我們都還沒開始 開明廣告怎麼會有捐捐 已經坐在臉部上了 2024大選 柯文哲主打首額募款 如今卻因為假中風波 政治現金遭到檢視 匿名現金比例高引發疑慮 現在又被發現 又高達249人 透過現金重複捐款 名嘴很酸 看來是真愛憤 根據政治現金法的規定 個人捐獻上限就是10萬塊嘛 對不對 就這麼巧 有249個人呢 要嘛捐99999塊 要嘛就是捐10萬塊 去年要捐到滿 今年也要捐到滿 你有沒有看到這叫真愛 以法規個人捐贈參選人 每年上限10萬沒問題 但媒體人張雨萱進一步質疑 勾達57人跨年度捐款 不尋常的是 第一次都集中在2023年5月23號到30號 也就是賬戶剛開啟的時間 第二度捐款都落在2024年 關帳前夕的1月1號到12號 會不會太有默契 這些人都剛好知道政治現金捐款的個人上限 以及跨年度的漏洞 我說我做個大膽的假設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要捐捐200萬給你 可是柯文哲說不行 你不能捐給我 你要捐給我可以 你順便付10個人頭 你付身份證字號給我 對 然後這是誰去存的 這根本就不是這些何某某 何某某 那是柯文哲競選總部的會計 直接零貴去存的 其餘想要把這個所謂不應當的現金 是不是想要透過政治現金專戶化整為零 面對質疑民眾黨稱不回憶無腦側翼 還放話入新聞配合側翼 會向NCC檢舉 腰協意味濃厚 政治現金與捐款帳目一雲不說清楚 爭議只會如影隨行 新聞綜合報導